那接下来,我们来看UI跟UX的定义 和一些相关两者之间的一个简单的比较 首先的话,第一个什么叫UI 其实UI指的,它的这个英文的全名叫做User,就使用者 Interface的话就是界面 意思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写一个程式的话 那当然你需要先思考一下那个界面 也就是说那个使用者他到底怎么样跟你做一些沟通 那比如说常见的就是说,你要怎么 比如说你今天假如要写一个登录系统的话 取得那个使用者的账号密码 那当然第一个啦,你需要可以让他两个格子 一个输入他的账号,一个格子输入他的密码 然后底下可能有个按钮就是叫确定好了 或者叫登录 他就按下那个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系统 那中间当然会有一些判断 判断说他到底是账号密码是否正确 也有可能是账号对但是密码不对 或者是密码对账号不对 那当然你就需要跟他沟通 那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是最简单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有一个所谓的UI的需求 那这边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的话呢,其实如果根据那个网页 就是网站上面的界面设计 那网站设计的话呢,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如果跟UI有关的 那实际上就是跟网站的那个页面排版 那这个排版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怎么样可以把一个 就是像登录界面 登录的画面给写出来 然后另外还有个选单的设计 那实际上这些都跟UI有关系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是描述APP的这个界面 除了网站之外 其实现在还有APP 那APP跟网站其实最大的差别 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其实网站部分 因为你如果用电脑来看 画面相对的比较大 如果跟APP跟手机比起来的话 那再来的话你的操作方式 基本上就透过滑鼠跟键盘 可是在APP的话呢 如果你要滑鼠 其实就用你的手指头取代了 那那个画面相对的比较小 所以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如果之前哦 如果你让人家填字 填字掉的话 变成说它会跳出那个键盘 一个虚拟键盘让人家填写 所以可想而知 一个手机上面的画面 其实会变得非常的紧凑 那另外的话用滑鼠点 其实可以点的比较细的动作 但是你如果用手指头点的话 相对会比较不好点 所以呢你在设计的时候 可能要思考一下 按钮是不是能够稍微大一点 不然人家会点不到 另外的话输入的时候 那个字是不是能够大一点 诸如此类的 另外的话色彩的搭配 可能相对于这个网站 其实当然呢 在一些可能的表现上面 当然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 再来的话呢 UI是人 这个与网页互动 这个方法部分的话呢 好的UI设计呢 能够使网页充满特色 同时也能够展现品牌的特色 所以这个当然 如果你好的UI 跟不好的UI呢 其实相对 其实表现出来 就会有一个差异了 另外的话呢 要怎么样能够 让UI变得更有质感 那这里面的话 可能牵涉到一些色彩学 还有就是有部分还是要留白 不要把整个画面筛得很满 另外还有一个拟针的概念 那其中的话 当然色彩学 我想你们应该也看过 那不好的UI 你看起来就觉得 哇这个什么颜色搭配的 非常的不理想 比如说他可能用了一个什么 对比色啦 让这个画面看起来很突兀 那好的色彩学 你会发现整个感觉就非常的和谐 那另外的话呢 可能要考虑到一些问题 包含就是说什么时候 你会用到相关哪一些的画面元件 比如说那个icon 那个一些小图示 因为如果你假设没有一些小图示的话 说真的 让人家感觉就不够亲切 比如说你登录帐号的时候 其实你输入帐号密码 你可能就是给他一些帐号密码的小图示 让他知道这个地方输入帐号 这边输入密码 就会相对的比较直觉 那还有按钮 按钮的位置 还有是不是要用表格 还有那个整个画面的 就是是不是要做一些光泽的设定 那另外的话呢 讯息的回馈也很重要 你不要一直不断的就是 假设人家做任何动作 你就要跟人家再确认 是否确定 是否确定输入 那你会有很多的回馈 那当然会让人家觉得很反感 会觉得很麻烦 明明就直接呈现出来就好了 你还要问我是否确定 那真的是多了很多的动作 像我常常操纵有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些界面实际上设计的并不是太好 OK 这个可能还有改进的空间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UX呢 所以UX我刚刚提过 UX实际上就是这两个字的缩写 哪两个? U一样是user 使用者 那经验的话就experience 其实主要就是说 考虑到使用者的感受 那UI其实基本上以前的设计是这样 工程师反正就按照他的思考逻辑 就把界面给设计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考虑多 这个其实最后最终并不是工程师来用 而是将来都是使用者在用的 所以会造成怎么样 以前像我们开发的时候 常常蛮好笑一点 就是说 使用者用会觉得蛮怪的 为什么觉得你在操作 为什么有这样的流程 然后他们会跟我们complain 不过其实有时候我们会 反而会去说服他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是考虑到那个 程式怎么样写会比较好写 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安排 会让我们的功能 程式会写的比较少 而且比较不麻烦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 虽然对我们来说比较方便 可是对使用者来说 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样 那他会跟我们complain 可不可以加一个这个加一个那个 但最后 其实我们还是考虑到 就是说我们自己比较不会出问题的写法 所以其实有时候在UX上面 其实相对的 会是比较不是那么好的点 但是早期的话 因为大部分还是以工程师的角度出发 所以写起来必然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 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几年来 越来越重视使用者的感受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让使用者用起来觉得很感受 就是所谓的那个使用者的体验 要能够更好 那这里面的话就不是说 只是单单从程式的角度出发 从工程师的角度出发 而是真的能够从那个使用者的感受出发 那当然你要能够做出一个很好的APP 其实很多时候呢 就是要让人家觉得很直觉 那怎么样让人家可以很直觉 另外的话 感觉上面要能够尽量能够 让那个APP能够感觉很漂亮 而且尽量甚至还能够 从心理学的角度 怎么讲 就是我根本不需要学习 那我就会操作的话 那是最好的 另外的话还有品牌 那其实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想到 像UX我常举例 就是像Apple的手机 Apple手机为什么 第一个答案它的价钱会比较贵 不过它贵的其实我觉得 到底有点道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的UX做得非常好 也就是说第一个 你这个手机打开之后的话 其实说真的小朋友完全不用学习 它也会用 那显然的话 根本不需要特别 那主要它就是考虑到说 任何人 哪怕是一个完全没有专业知识的人 它也知道说该怎么很合理的去使用这个APP 所以它这个地方 考虑的点 就会非常好 那相对的 很多人 尤其是女孩子 就会觉得 这很友善 而且再来的话 还有一点 因为呢 像Apple的手机 给人家感觉是漂亮 质感 所以这些的话 就是对于一个APP的价值提升 有相当大的帮助 OK 那早期为什么台湾的手机 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我是觉得主要考虑的 还是偏重于在 就是工程师的思维 所以你会发现 像那个华硕的手机 早期华硕的东西做出来 其实工程师都会很喜欢用 反而它设计出来 好像就针对工程 所以 对一般人来说 就没有那么深刻了 那当然不过 台湾的东西其实相对是耐用 可是你说要卖的很高的价钱 当然就没有办法像 苹果手机 可以有这么高的价值 那所以呢 你们可以看到 如果以UI跟UX两者之间来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绘出一个图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图来看 UX比较着重是流程的体验 所以你会发现它是外围的 那UI的话 着重的比较是具体的功能 跟视觉上的安排 OK 所以你会发现 UI其实比较强调技术 所以有时候就是 从那个工程师的角度出发 大部分都会比较着重UI的部分 那UX的话 其实比较强调是情绪 表示人与产品之间的互动的感觉 因为你不能一直强调在那个程式本身 因为其实一般使用者哪会管你说你程式怎么写的 OK 所以呢 最好的一个APP 最好的一个程式 其实就是能够兼顾 就是UI加上UX 才能够真正打动使用者 OK 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两者之间结合得非常好 这一点可能就要值得去思考 那当然呢 最好是你两者都能够设立 就能够都能够兼顾 不然的话就是说你两个工程师之间 能够互相的沟通 没有障碍 不然的话呢 最后搭配出来的这个程式 就会有蛮大的问题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者之间 其实着重点 比较大的部分 各位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区块 是UX的 那这个区块的话呢 是UI的 那也就是说 可能你要绘的东西 也许不太一样 比如说如果假设你是UI的工程师的话 OK 那可能 除了设计之外 你还要做一些虚拟 就是说Virtual 就是像那个界面上的设计 OK 比如说画面要怎么安排 等等的 另外的话 还有这个frontend 就是前端的程式开发 比如说你可能他懂一些 像如果 网页设计的话 可能还要会HTML5 CSS3跟JavaScript 也就是说你可能还要懂一点点 程式开发的东西 不然的话你是无法 成为一个 这个合适的UI的设计师 或开发师 那假设说你是UX的工程师的话 那当然你着重的并不是程式本身 而是做一些研究 研究什么?研究使用者的一些相关的使用习惯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做一些问卷调查 或者是做一些经验的累积 就是可能调查 或者是针对每一个客 几个客户做一些进一步的了解 另外的话还有讯息的设计 就是说怎么样提供一些正确讯息 让使用者用程式用APP的时候能够更加流畅 OK 其他当然除了这两个工程之外 其他还有像什么? 真正的设计师 就是Application的Developer 这个的话就需要其他的程式搭配 另外还有美工人员 所以其实这四者之间 那搭配起来才有办法做出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一个APP 所以将来你们后面也会有专案开发 所以可能你们要思考一下 也许你可以把分工 可以把它分成这四种不同工作人员 那当然最后还会需要有个整合的 所以未来最好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些工作全部整合在一起的话 那更好 也或者是说你是跨域的 每个东西你都可以升任的话 那这样的人 你如果是这样的人才的话 我相信你将来在任何工作上面 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好 OK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教过一个学生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慢慢慢慢累积 把所有东西都能够就是学好 然后他变成说最后就可以独立完整 那现在好像在某一家企业担任资讯长的工作 OK 那再来的话呢 目前你会发现 在104人力银行里面 你如果查一下搜寻一下 UI设计师跟UI设计师 其实他的薪资水准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UX工程师的薪资好像比较好一些些 甚至有一些工作 其实他们并没有区分 而且可能两者都要 那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在台湾比较小型的公司 其实没有分 反正你都要做 甚至你连后端工程师的程式也要会写 所以呢 当然尽量能够设立的越多 对于你将来的发展当然也就越好 OK 好 那UI跟UX设计师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有哪一些 OK 那包含这些东西这几个项目 所以我们逐一来跟各位做说明 OK 那总共的话呢 我们待会会先从使用者的界面设计开始讲起 然后再慢慢讲到前端语言 使用者的研究 流程逻辑 团队协作跟视觉美感 那最后做一个总结 OK 所以大概会区分成这几个项目 那待会我们就逐一来做说明 OK